业障爆发至严重皮肤病 背下降头至家宅走霉运 观世音菩萨救我出苦海 顶礼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即隆天护法金刚菩萨 顶礼红发度众舍身忘我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大家好,我是罗统修 2019年,我刚满33岁后没多久 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手臂上长了深褐色的 像蛇皮一样的斑点 当时没在意 我沾水搓了搓,也没放在心上 过了两天 我发现手上的斑点变得越发明显 心里有点害怕了 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慢慢地 身上的皮肤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皮肤很干 皮肤很干,绷得很紧 尤其是背部和大腿 弯个腰或蹲下去 皮肤都火辣辣地疼 像要裂开一样的 皮肤上也长了像蛇皮一样的纹路 腿上,背上,脸上,额头上全都是 与此同时 身上的皮肤大块大块地脱落 每次更换衣服时 都能看到衣服上那白花花的皮屑 我看着自己的样子已经吓得崩溃了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股力量可以从头窜到脚 甚至到内脏 窜到哪里哪里疼 我身上还出现了像狮子 跳走叮咬的刺痛的感觉 天天泡药枣也没用 另外,我还能听见我肚子里各种奇怪的声音 最明显的是青蛙的叫声 学佛前,我吃了很多的青蛙 也杀过青蛙 我在这里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 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那时我的孩子也出现了问题 他精神状态不好 开始变得惊恐连人 在我抱着孩子哄他的时候 那股力量会窜到孩子身上 我明白那种痛苦 看着孩子,我泪流满面 却又无能为力 师父说过 人生苦空无常 就在我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这个病 让我丢了工作 我从此踏上了求医问药之路 去了本世纪家比较好的医院 都没能看好我的病 我天天泪流满面 把自己关在房间 在网上找寻各种偏方 求菩萨能够救救我 嘴里不时地念着 观世音菩萨圣号 菩萨保佑 因为这个病 我认识了王师兄 他跟我说 他跟着卢台长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台长很厉害 能看出人身上所有的毛病 有很多信众 跟着台长学佛 他跟台长学佛后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 我听了后 好想认识台长 好想看看台长的模样 可惜 师兄说 回国后 不知道该如何联系了 我听后很失落 之前 我认识一个 做保健卖产品的通灵人 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 他也帮我想办法 他请人帮我看 说我身上有一条蛇 问我杀过蛇没有 我才想起 自己怀孕的时候 母亲打死过一条 深褐色的脑袋 成三角形的蛇 我当时不让他打 但也没能救下他 师父开示过 杀业的果报是很重的 杀业严重地影响几代人 有一句话叫 富债子还 富债欺还 不消孽障 子孙再还 要修福修德 多给孩子留一些德 才能让德行 传给子孙后代 避孕他们 每过几天的一个晚上 我在做艾灸的时候 那股力量又来了 从身上游到我的额头 显现在我额头上 我额头上的皮肤 凸起像是一条蛇的形状 是很清楚三角形的脑袋 当时吓得我 偷皮发麻 我赶紧给那个通灵人打电话 他说 就是他让这条蛇来显现的 让我跟那条蛇忏悔 我忏悔了好久 那条蛇才暂时地离开 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师兄们 通灵人真的不能找啊 降头就是这么下的 我今天之所以会这样 是我自身的业障爆发 也因我平时经常去找通灵人 孩子生下来 到遇见心灵法门之前 我因为无名 无知 屡次找通灵人 一旦找过通灵人 就特别依赖他们 可怜我的孩子经常哭闹 有时候在床上翻滚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找了通灵人 找了通灵人 他有时会好一些 但过段时间 孩子又哭闹 我又去通灵人那里 孩子反而哭闹得更严重 我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了 我每次都要找他们 家里根本就没有消停过 状况连连连 霉运不断 当我想要自杀的时候 在一个学佛平台里 看见利师兄说的一句话 触动了我 我说 我得了治不了的绝症 后悔没珍惜以前的人生 天天活在欲望中不知足 其实 以前我拥有的都是最好的 利师兄跟我说 我是业障爆发 让我赶紧联系他 师兄教我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我 我一听到了观世音菩萨 就知道一切都有希望了 后来 我又认识了霞师兄 两位师兄 很认真地给我介绍了 心灵法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师父 也给我发了师父的图腾视频 我一看图腾视频 又是激动又是害怕 激动的是 我和孩子有救了 害怕的是 师父的图腾视频 把因果讲得明明白白 对照自己 曾经因为无名造了那么多的恶业 好怕果报啊 当下我就请师兄给我寄资料 在等的期间 我每天坚持做功课 增强能量 师兄让我在早上八点上新香时 对着天空求观世音菩萨 我也向菩萨喜愿 一 终生吃素 戒杀放生 不吃鸡蛋和牛奶 二 一门精进 尊师重道 永不退转 三 一生清修 永不邪淫 四 念诵一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还债 五 好了以后 一定献身说法 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六 许愿放生一千二百条鱼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就在我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天空中的云层 显现成了菩萨的形象 很久很久才散去 我又惊讶又激动 菩萨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啊 菩萨的闲话 更坚定了我学佛的信心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不放弃每一位有缘众生 师兄邮寄的资料到家后 很快 我就念起了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念经 晚上十一点才睡 累了 就在凳子上靠着睡一会儿 因为业障爆发了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刚开始念经舌头重 好像屡不值 我好不容易念完 并捎送了几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经者 也给孩子的药经者 烧送了经文组合小房子 之后我更念不动了 脑袋又痛又胀 给张师兄打电话 师兄说 我自己的船都还漏水 怎么能救别人呢 我现在的情况 根本就没能力帮孩子念 师兄劝我 先给自己念好了 再来帮助孩子 但是我怕不帮孩子念 孩子会出事的 心灵法门的师兄们 真的很慈悲 很无私 好几位师兄 听说我的情况后 给我寄了一共几十张 经文组合小房子 就这样 我开始烧送 我和孩子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这期间 我身上的蛇皮退了 慢慢的皮肤也不脱卸了 小孩也好起来了 学佛到现在 大概十个月的时间 我每个礼拜 坚持给自己和孩子的药经者 烧送经文组合小房子 现在孩子几乎 不再无缘无故地哭闹了 我以前得过很严重的颈椎病 现在好了 我生小孩后 子宫下垂 前后臂膨出 我在床上 躺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腹部每天坠胀难受 两年多了 越来越严重 现在 念诵了经文组合小房子之后 没有吃这方面的药物 反而越来越好了 真的非常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 感恩慈悲帮助我的师兄们 如果没有遇见心灵法门 真的不敢想象 我将在绝望的病痛中 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也许早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师父用看图腾的方法 教化我们 要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在 不是肉眼看不到就不存在 师父在苦口婆心地 让人相信佛法 救度众生 我们无以回报 唯一能报答师父的 就是珍惜这么好的法门 跟着师父好好修 将苦难和疾病 视为增上缘 好好念经还债 消除业障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学佛前的我 自私自利 焦躁蛮横 乱发脾气 恶口两舌其语 贪嗔吃慢疑 杀到阴望久 一样没少 真的活得不像人样 在此 我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我错了 虽然现在的我 学佛念经吃素 脾气改变了很多 但自己的境界 还是需要提升 我会继续努力的 请观世音菩萨 能够慈悲原谅我 也请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能让我广洁善缘 广度有缘 再次感恩 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父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 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不让师兄们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